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的钢铁雄音寺KR模组 那么上一集里面啊,我们也是玩完了大清帝国 今天呢,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联省共和啊 当然如果我们想玩联省共和的话 我们还是要选择八省联合的 那么我们还是,难度是常规 然后呢,铁人模式选中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1936年1月1日的八省联合啊 这个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只在这个广州造一些这个路上要赛就可以了 造一些 好的,然后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博策也不用选了,科研也不用科研了 军队也不用管了 因为这个很快八省联合就会完蛋的 好的,很快啊 到了1936年2月26日我们收到消息 两广分离,今晚陈炯明独立打破了南方的沉默 他代表月桂两省发表声明 宣布双方共同脱离联合,即刻生效 这位将军谴责八省联合无视人民的权力于要求 并单独挑出代理联帅臭骂一通 但还没有公开宣布与联合敌对 由于安徽省已经公开叛乱 这一形势可谓是灾难性的 该消息从香港的电报发出 还指出惠州的大量联合官员遭到了公开羞辱和处决 但详情容不明朗 无中华之自由,自越贵而始 使用两广继续游戏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两广啊 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这个陈炯明啊 陈独立带领我们两广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精神呢 分别是斗争不断 八省联合的崩溃导致了长江以南的巨大权力争空 虽然两广已经成了南京城战火纷飞的旁观者 但华南众多势力已经时局视作又一次 争权夺利的好机会 各个野心勃勃的强人 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以求得夺取政权啊 第二个呢,是反租界浪潮 自黑色星期一和八省联合解体以来 那该死的德商协会 德属范东亚公司就陷入了自由乐体的运动中 德帝国主义已经无法力往狂澜 他们四面楚歌,只想逃离 而与此同时 广州的反租界浪潮看起来已经是势不可挡 暴乱爆发指日可待 并且有可能因为乱民攻击广州城内的德国势力 而酿成外交事故 与此同时 国人正兴致勃勃大量买入以破产 或者正在破产路上的华南得资 很快,广州的商会将会再一次说起粤语与国语 第三个呢,是松散的军队 广东和广西两省的省军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是互相独立的 在国民党北伐失败后 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两军之间尚未组织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这极大的影响了两军在共同作战时的表现 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 最后一个呢,是广西经济危如累卵 广西的经济已经快被本省军阀 为扩充军队而采用的无止境的征收所榨干了 贵西军阀已经将最后的一部分钱投入了军事 这样的局面只能加剧经济危机 并造成经济最后解体 若解决此局面 要么开源,要么改革 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作为1909年成立的短命的政权的成员 陈九明很快把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成功 热情,但有些激进的改革者 他的共和理念以及反清倾向 对当地官员来说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 作为同盟会的成员 陈九明担任了指挥官 并且后来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中给予他很大帮助 但是很快 两人之间的关系便破裂了 最终变成了死罪头 他们对中国的未来观点不同 最终在1922年 陈九明反对孙中山的叛乱中爆发了 到孙中山的舰队无差别轰炸广州后 陈九明被迫投降 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忘记过陈九明的反水 这导致了中国最聪明的两股共和势力之间 关系十分紧张 陈九明早就遛到了北伐的失败 北伐失败后 他返回了广东 并重新担任广东省长 尽管军费被大大削减 但陈九明还是得以重建 被战火洗扰了15年的广东 并把他变成了中国最富饿的省份之一 尽管在省会 有这一块可疑的德国租建 作为广东省长 陈九明有能力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 他是极少数真真切切 坚信着民主和联省主义的人 并且相信在模范省实现自治 和真正民主所带来的好处 能够把他的理念传播到整个中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重组两广军的国策 自所谓的八省联合成立之初 两广的军事力量 无论是军队本身 还是指挥系统 都是十分分离的 但是现在两支军队必须完全处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 变成一支互相协同的统一军队 以免我们陷入无组织 无激烈的分裂内斗之中 随着八省联合陷入争夺南疆的大战 广东省省长陈九明 宣布广东省立即脱离联盟 他谴责八省联合腐败无能 不能给予人民福祉 而广西省也随后宣布独立 于是广东广西两省议会 在广州召开联合会议 选举陈九明为梁广临时总督 尽管为了抵御土匪和八省联合崩溃后 那些野心勃勃的军阀 梁广联合了起来 但这个新生的省份联盟内部已是矛盾重重 广东广西两省领导人联合只是被迫 他们连如何治理该地区 都有着坚然不同的想法 更不用说整个中国了 梁广地区或许可以躲掉八省联合崩溃 带来的流血冲突 但它无法躲掉因北京政府的无能 而引起的天下大乱 那么告诉我关于更多梁广的事情 简单介绍一下梁广地区 梁广代表着西部的广西省和东部的广东省 梁广总督最初是明朝设立的职位 但后来历经多次变革 直到1911年最终取消 它的正式名称是冗长的总督梁广等处 地方提督军务 梁想兼群府市 广东省作为中国最富裕 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广州市与上海、南京、北京齐名 然而近代以来 广东的历史却往往与刀兵相连 自从19世纪 该省被迫将香港、澳门和广州湾 割让给了西方帝国主义者 而辛亥革命后 各路军阀的混战和国民党动荡的统治 进一步蹂躏了广东 1926年北伐失败后 该省一直由陈久明统治 并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 形成了一个健康的省级民主政体 与此同时 广西一直由陆荣廷统治 他被视为典型的军阀头子 该省已经高度军事化 其士兵在中国被公认数一数二 然而这种高水平的军事化代价高昂 而广东军队规模往往较小 只是广西军队的补充 两省之间因此 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那么各路派系呢 陈久明目前领导着一个由许多共和派组成的广泛联盟 共和大联盟 这个联盟除了他自己的政党外 还囊括了许多其他党派 1925年 陈久明和他的盟友唐继尔成立了中国制工党 他的意识形态可以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媲美 并呼吁改善中国名声 提高工人权利 而且制工党是中国最重要的联省主义党派 他呼吁将中央政府改组为联邦共和国政府 实行多党民主制 由陈明书领导的生产人民党 本质上是广东国民党和左派的一个前沿组织 虽然和制工党人一样 他们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人民党的意识形态 是源自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的 阻碍他们进一步 同联省派合作的障碍 便是两党创始人之间糟糕的过往经历 二人在北伐之前便走上了武力分道扬镳的路子 虽然不是一个政党 但粤商公安维持会 广州总商会的准军事组织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在陈联博的领导下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商业和贸易 免受土匪和不负责任的政客伤害 他们与香港的德国商人有着密切联系 这使得他们成为当地反租界运动的目标 因为东亚理事会正努力弥补 他们因黑色星期一和八省联合的崩溃 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在广西省议会只不过是军队的橡皮图章 因此政治团体几乎没有公开反对过贵系集团 目前贵系集团的主要敌人躲在云南 李宗人耐心的等待机会 准备攻击并夺回广西省 并让自己的派系与国民党右派结盟 总之我们表示 陈省长将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好的 到了1936年3月3日我们收到消息 陈省长在省议会发表讲话 随着八省联合瓦解 从山东到福建 战火四处纷飞 梁广总督陈久明 今天在广东省议会发表讲话 阐述了该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陈久明向议会保证 在梁广东北方向的冲突当中保持中立 是唯一合情合理的发展道路 稳定和繁荣的广东省需要更多关注自身 集中精力改善居民的生计 梁广人民需要向中国其他地方表明 他们的省级民主和文官政府是可行的榜样 又是取代北方的君主制 中国各地的军阀 假革命的国民党的可行道路 陈久明认为这是实现长期和平 统一中国 一劳永逸的产出暴君的唯一途径 总之我们表示 航向一个自由的中国 到了1936年 4月23日我们收到消息 农民请求财政援助 不管德国有多么不受欢迎 广东省也未能从黑色星期一的影响中幸免 农民受到打打击尤为严重 他们正在与稻谷价格的下跌苦苦斗争 农村地区的民选代表到省议会请愿 要求财政援助已渡过难关 因为陈久明本身就是靠他的执政政策 得到了农民和农村地主的大力支持 他自然愿意接受请愿 但是由于该省目前的财政状况 这些计划可能也无法实施 总之我们表示一定要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现在 省政府已经开始对农民进行财政援助 来帮助农民度过经济危机 就在不久之前 广西和广东的军队还在各自独立的指挥之下 为进一步增强两省军队军官的凝聚力 两省决定举行定期军事演习 虽然这对双方军队都有很大好处 但是这演习 使贵军越来越明显的 由于越军 尽管贵军实际上一直接受越系政府的补贴 但至今为止 这些演习都是广西省 炫耀广西实力的绝佳机会 总之我们表示 越主经济 贵主国防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组两广军的国策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广东之星 在陈九明的治下 广东成为了全中国经济最稳定 也是最繁荣的省份之一 更像是唯一 我省对军费的节制 远比其他省更加严格 再加上过去十年间 其他省份从未有过的稳定 而造就了这一点 但广东仍然有着许多潜力 而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 与上月的农民危机类似 全球经济危机 导致一些负伤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一些与城镇商人有联系的 省议会议员指出 省政府应该进行经济干预 防止这些商人破产 广东商人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他们不间断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 但这样做的代价当然不菲 那么救助他们 那么现在省政府正在竭尽所能 帮助那些即将破产的商人们走出危机 自从辛亥革命登上政治舞台以来 陈九明就一直在该省 与赌博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这个问题和鸦片问题一样 困扰着这个省份 在20世纪20年代 他曾设法禁止了赌博 然而正如禁止鸦片一样 执行这一命令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并使政府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 最近省议会开始对其有效性展开辩论 一个派系正在鼓吹放宽禁赌令 省长坚持认为 这将导致广东道德败坏 腐败滋滋生 而不会真正的减少犯罪 而反对者则声称 这些法律百害而无一地 且无法落到实处 因此应该重新推动赌博合法化 势力博彩税 自然广东是一个民主的省份 省议会将会对此进行表决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继续实行禁赌令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广东之星的国策 中国的教师待遇和入学人数 远远不及欧洲和北美的标准 更别提教育器材和教学质量了 通过向教育划出具体的专项资金 并持之以恒的 向教育领域投入资源 我们能够启迪人民 带领中国走出战乱与愚昧 走向繁荣富强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教育改革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扩大广东大学 广东大学是1921年 陈炯明首次就任广东省长时 设立的一所高等学府 也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中心 尽管经历了多年战乱 教育仍然是广东省的首要目标之一 扩建广东大学 是一项对广东有利的长久之计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扩建广东大学的国策 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草啊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财政改革 尽管相比于其他中国省份 广东的状况更好 但广东的腐败问题和黑色星期一 仍在动摇着月省的根基 若想复兴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改革两广的财政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财政改革的国策 虽然说是机动至上 不过它加成的是人海突击学说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火力至上啊 如果它是给我们加成机动化作战 那么我们就选择南派学说了 我们选择北派 华北出身的军队已经考虑到 自己在华北平原战斗的经验 并发展出了一种基于火力的战斗方法 考虑到我们后边很可能同北方军队交火 我们最好先研究他们的战斗理念 及其经验这样有助于重组我们的军队 好的 到了1936年 是1月13日我们收到消息 李宗仁入侵了 那么我们选择跟李宗仁斗到底 随后战局进一步发展 那么我们派援军过去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玩的是陈九明啊 等我们完结这个系列之后呢 我们就会玩一下这个两广国民党啊 大家不要着急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火力至上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新工业区 德署东亚在广州的垄断地位 严重干预了省政府的财政状况 并阻碍了经济发展 但至少在过去十年 我们在工业方面的发展 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一些市镇发展出了工业 也许现在是时候将这些广州之外的工业区整合起来 继续刺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了 广西领导人特邀广东省省长陈九明 出席前广西都督陆荣亭的葬礼 陈九明接受了这一邀请 希望在这样的艰难时刻 这一举措能够促进两省之间的团结 我们表示团结的表现 作为中国传统葬礼流程的一部分 他的亲朋好友在一旁注视守灵 当天正当陈总督和一些亲信在守灵时 一些身份不明的袭击者 挥舞着手枪逼近了他 一场交火随之而来 那么袭击者失败后死亡 陈九明和他的护卫 对袭击者及时做出反应 毫发无伤地逃离了 袭击者是听从了广西省省长马记的指示 当他们到达广东后 广西已经动员了他们的大军 准备以武力夺取两广地区的领导权 回省后 陈总督在广东省议会发表了即兴演讲 号召广东人民反对暴虐的广西军阀 捍卫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 合作结束了 现在两个派系都抄起了家伙 两广的未来将在战场上见分晓 那么我们表示陈九明必胜 随后呢 两广内战就开始了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新工业区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首先选择职业军官团 中国的军队有着太多招安的土匪了 这使得军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变得十分之难 但是两广地区的实资率仍然缓慢 但却显著性的增加 这让我们可以直接征收 接受过初中教育的良家子弟 进入军校来解决军官的职业化问题 我们必须依靠新印代的军官们 去担任共和国的保护者 而并非让那些陆林好汉的官兵 祸害乡里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职业军官团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整合民团 自从清末新政各省建立新军以来 华南地区的乡舍们就顺带着建立了漫山遍野的民团 来保卫自己的财产 如果能够直接将他们吸纳进军队中 我们基本上就获得了一支病人充足 并且已经有了基本训练的部队 那些土匪和军阀也必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美国质疑 陈九明的理念深受美利坚和中国的启发 至少是曾经的美国 这不是什么秘密 陈九明的反对者 当然没有放过将第二次美国内战视为例子 他们将美国正在进行的内战 视为陈九明理想将注定失败的证据 陈九明的理想将最终如同大洋彼岸的一般梦碎 为此陈九明很快提醒他的对手们 他对中国的设想与美国的制度其实有很大不同 并且很快就从中美两国的现状进行了对比 相比于立法系统来说 美国总统手握太多权力 这和当今中国现行的君主力限制没什么区别 而诸如休伊朗和李德等蛊惑人心的政客 正好对比奥孙中山和汪精卫 大洋两岸的这两拨人都在破坏国家的民主体制 虽然陈九明坚持认为 美国的失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联邦制而民主制 但就这一体产生的争论 也让许多人对陈九明的理想 产生了严重怀疑 总之我们表示时间会给出答案 好的又过了算是五天 我们也完成了整合民团的过策 民军或者说平民武装 奋指华南地区从军阀时代的民兵团 到收边的土匪 国民党甚至直接认为他们就是一帮土匪 我们必须改革这支武装 让公民兵成为民军的精锐主心股 让民军能够如同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和英国的公团民兵一样保卫共和国 尽管面临着内部反对势力 和外部的广西军阀叛乱 陈九明仍然保住了两广地区的领导人大卫 随着他的统治和声望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 他将有能力进一步实现他的理想 一个联邦制的真正民主的中国 总之我们表示陈九明会解放中国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 重新整合叛军 那么他们将为我们的宏伟目标服务 那么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37年4月11日 我们联省共和的梦想究竟能否实现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啊 这集先这样 那么我想呢 我们今天这集 钢铁旋律师 K2模组 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第一集 也就先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 大家再见